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F-12作为世界上的第一款五代战机 截止目前已经有20年之久了 20多年过去了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有能力研发出五代战机 游戏小伙伴就不禁会问 当俄罗斯的苏-57跟我国的歼20做对比时 哪个更厉害呢 今天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就是机型结构 机型结构对一架战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能够减轻空气的阻力 飞行的更快 毕竟飞行速度也是战斗机的突出优势 我国的歼20采用压式全动双锤尾的气动布局 是唯一一款采用压式布局的五代战机 我国在压式布局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技术都是相当先进的 另外我国的歼20压机的和尾翼设计 全部都是采用了全自动模式 俄罗斯的苏-57则不同 自从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的经济一直萎靡不振 他们不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经费都花在设计和研发战斗机上 虽然苏-57的机型结构比世界上其他的战斗机技术要高出许多 但是跟中国和美国比起来 它算是最弱的 然后再来看武器系统 武器系统决定了战斗机能携带的军事武器的重量 对打击犯罪集团有很大的杀伤力 五国的歼20一共有三个弹舱 一个主弹舱 两个副弹舱 让它能携带的军事武器多种多样 能够根据战场来搭载不同的军事武器炸弹 如果不考虑隐身功能 歼20还有四个外挂点 这四个外挂点让歼20有更加充足的输出 关于苏武器的载弹量一直不被外界知道 这是俄罗斯军方极力掩护的原因 曾经有专家指出 俄罗斯的数旗内置弹舱不会很大 但是俄方很快反驳了这一点 他们声称 苏武器能够携带10吨的弹药 其次再来看航电系统 航电系统能够给战斗机提供有效的信息 竟然能够实现精准的打击 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射了北斗卫星系统 这标志着我国的卫星技术 已经完全不受制于其他国家 而且歼20搭载了我国目前最先进的航电系统 能够与美国F35一较高下 再看俄罗斯的苏武器 俄罗斯自知他们自己的航电系统没有 中国和美国先进 因此他们极力为苏武器 研发出了世界上一流的航电系统 但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技术还有待提高 最后就是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战斗机能够飞行的时长 航空发动机这一块是我国的硬伤 比美国要差了一大截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国在这一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再来看俄罗斯 像俄罗斯的苏武器 推力比我们小 但是它的使量 推力技术读书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比美国的F119更灵活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有老兵说武器简介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